俄乌战争明天正是满半年了 乌克兰军方罕见地公布了在俄乌战争期间的伤亡数字 乌克兰总司令昨天指出 乌克兰有将近9000名的士兵遇难 同一时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透露 在俄乌战争这半年以来 有至少972名儿童受伤或死亡 而且大部分儿童伤亡的原因就是因为爆炸性武器 不止这样 联合国方面认为真正的数字可能会更高 至于俄罗斯军方却从来没有公布过士兵的伤亡人数 但是外界推测战争让双方都损失惨重 美国军方的官员两个星期前曾经估计 俄罗斯已经失去了7万到8万名士兵 这些士兵有的在战争中受伤 有的不幸阵亡 明天除了是俄乌战争爆发半周年 也是乌克兰纪念脱离苏联31周年的独立日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提出了警告 他说俄罗斯可能会在明天做出特别丑陋的事情 所以敦促各方要做好准备 连绵不断的战火也让乌克兰扎波罗热的尼科波尔 持续受到炮击 甚至一夜之间遭受五次炮击 袭击也造成了四人受伤 当地的袭击行动也引起了国际关注 因为全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在当地 外界是担心持续的炮击将会威胁到核电站的安全 甚至可能会引发核灾 不过俄乌双方现在是互相指控 说是对方发动袭击的 俄罗斯方面不只否认展开袭击 还指控发动袭击的是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今天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核电站的局势 与欧洲最大核电站 只有一核之隔的乌克兰城市尼克波尔 周末开始遭遇袭击 连番的大规模炮击后 当地不少建筑物只剩下残缘败瓦 居民们在看到已经面目全非的家园时 都不禁悲从中来 不少居民担心 如果核电站遭遇袭击 将会导致大范围的核灾 随着俄乌战争届满半年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昨天也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 批评俄罗斯为一己私欲入侵邻国 危害全球粮食安全 并引发新一波难民危机 对此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反抢 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 才是导致乌克兰陷入战争的罪魁祸首 也更多国家 国家乘选一步 公开的道理 和法院积书 从残调和尚部的 西方国家乘选择 尽量的 西方国家义 是为了保持 这个继续 这种状况 因此 这种状况 尽量就拿到 香港 中国人 混成了 香港人 香港人 又和香港人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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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